那我们先从维持现状开始 维持现状就表示 基本上其实趋势不太改变 就是如果美元偏弱大概偏弱 美股偏强又偏强 然后这个原物料行情 因为其实就是过去的趋势 例如说黄金维持整理 然后黄州还是有机会往上进攻 那原油价格还是横盘整理 但以这个角度为主 那当然我们想说这个维持现状 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其实就是川普 虽然现在民调算比较低 可是如果他意外当选 虽然市场有点紧张 但是会觉得 可是川普喜欢什么 喜欢股市上涨啊 那所以大家反而是震荡一下 恐慌一下之后 又回到原本的趋势当中 所以这个是比较不需要太担心的 基本上就是现在的趋势延续 但是如果回到了民主党大胜 这个第二种选项 对 这个第二个选项 可能出现的变化就比较多了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拜登当选 他这段时间一直在讲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纾困 那他希望带领这个民主党 把经济做好 第二件事情就是他要征税 因为他认为 这个共和党他们取消了 应该说减了税减了那么多 就造成了很多财富的不平衡 富人越富 穷人越雄等等 所以他要来改变这个状况 所以你可以想 如果今天是拜登 那我当选了 而且民主党掌控了众议院 掌控了参议院 就是所谓 国会都是我的人 对 国会都是我的人 所以民主党原本之前就想要 寄出一个三兆美元的纾困方案 那现在既然我都已经什么 我都掌控了 我可不可以加四兆 我可不可以加五兆 我高兴加到多少就加到多少 反正都是我的人 所以他短线上 只要市场再消化一下 原来他全剩 这个波动之后 波动不一定是往上往下 但是我们可以预期 只要他后续的纾困案 力道很大 基本上美股短线都还能够往上冲 对 但是这个问题就接下来就是 纾困完了 美股冲完之后到中期 他如果真的开始要加税 这时候股市就比较担心 尤其是近期往上冲的科技股 那过去有可能大家讲说 其实大家有很多 科技股没有赚什么钱 那可是为什么他们股价这么高 因为很多租位优惠 或者是因为他们赚很多钱 但是税脚也不多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的优惠 如果这些优惠被拿掉 那这些科技股可能就被压回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股市这边是短期走多 但中长期会出现变数 但是另一个可能性是 拜登当选之后 他会觉得 其实股市涨得好像也不错 有助于民调 对 有助于民调 有助于经济 那这个时候他不一定会大绝加税 所以中长期要考虑 但是短线是继续走多 我认为这是有可行的 那第三个就是 大家觉得有可能吗 就是拜登当选 打赢了这个川普 然后可是共和党 他们继续领导了议院 然后这个民主党 继续把握了众议院 这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我认为这个是比较麻烦的问题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川普就是狂人 那因为我们讲 就是美国就是三权分离 行政立法跟什么司法 那川普他现在代表的总统 就这一方面的力道 是属于在行政方面的 可是他所以很多东西 他觉得议会不通过 我就签行政命令 我硬要他过 可是拜登过去的经验 因为他没当中不知道 过去的经验他是比较温和的 他会希望说 我们来希望议会可以通过 所以有很多东西 如果被议会阻挡了 就来协调 对我们来协调 对这些政策反而出来的速度 可能比较慢 对所以会对于接下来的政党 应该说美国经济 有比较多的不确定性 尤其是什么 尤其在选前 我们想一件事 因为选前没有办法谈定的纾困案 而且是川普很认真的要去谈 一直放话 那如果选后 还是搞不定这个纾困案 那股市修正的幅度会比较大 有可能 对所以这边会出现比较多的变数 那我们再做个假设是 这个接下来他要推加税 假设他真的要推加税 会变成什么 他喊出来的一个话题 那市场已经先跌了 那不晓得到底会不会通过 但是市场什么 因为这不确定性 万一真的通过了 市场会修正更大 所以会变成中期的空头 只要开始喊 所以会变成短线波动大 甚至有可能偏空 然后长线的空头压力会更大 所以这是比较危险的走势 当然 没有 我们不能吃到 他们不值得